红衣小女孩是在台湾流传最广的真实灵异史 1998年3月一户人家到台中市的大坑风景区游玩 同行的人用摄像机拍摄下一组旅途录像 但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 当晚开车回家的路上 这家人出现严重车祸造成一死一伤 之后家人们打开录像想要缅怀死者时 发现队伍最后面不知何时 跟着一个不认识的红衣小女孩 小女孩的神态非常诡异 走路轻飘飘的脚跟不着地 脸色铁青双眼像是被一层阴影笼罩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而且更恐怖的是 镜头里那名去世的亲人张嘴笑的时候 嘴里竟然多出两颗獠牙 2015年这起灵异事件被改编成 电影红衣小女孩上映 故事从一个失踪老人说起 年近古稀的水婆不知何时 从家里消失音讯全无 家里人四处张贴寻人启事 水婆的闺蜜每次看到寻人启事都会驻足 阿水 快点回来 我还等你唱歌呢 奶奶和孙子阿伟住在一起 阿伟是民房地产销售 每天早出晚归 早餐随便扒拉几口就出去上班了 独自在家的奶奶听到身后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那个声音是闺蜜水婆的 奶奶在屋子里找了一圈也没见到有人 但不知在何时 家里的大门被人打开 奶奶走过去关门 结果脚底一划摔倒在地上 还没等她揉搓几下痛处 她注意到面前多出一排泥 像是刚才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进屋了 这时背后伸出一双鬼手摸向奶奶 另一边 带客户看房的阿伟身后出现一个人影一闪而过 她走过去发现奶奶给自己做的便当 不知何时出现在房间里 阿伟找遍四下也没见到奶奶的踪影 晚上下班后 她带着女友宜君回家吃饭 但奶奶只是有气无力地说水婆回来了 自己要到她家唱歌 面对阿伟的询问她则是毫无回忆 很显然这不是真正的奶奶了 第二天一大早 小区的保安昆博发现水婆回来了 与此同时 阿伟发现奶奶一晚上都没回家 她下楼询问水婆昨晚有没有见过自己的奶奶 水婆见到阿伟情绪突然变得激动 嘴里不停地念着对不起不是我害的 当天上班时 阿伟收到一个包裹 打开一看是水婆的摄像机 摄像机里记录的是水婆一家到山区游玩的画面 阿伟注意到不寻常的地方 队伍最后面跟着一个衣着破烂的红衣女孩 下班后她找到昆博 让昆博带自己去水婆家询问情况 感到地方发现 家里空无一人 大门也没关 整间屋子都断电了 阿伟在房间搜寻时 眼里的余光看到一个红衣女孩 等她走回去后女孩又不见了 这时房间里的音响竟然响起了音乐 昆博告诉阿伟自己还没打开电闸 两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突然房间里的门一扇扇自动关闭 他们被堵在房门口出去不得 房间的四周出现一阵小孩的嬉笑声 就在他们的心理防线即将崩溃时 房门自己悄悄地打开了 两人赶紧逃了出去 第二天他们查看小区监控发现 奶奶失踪前走路的姿势很怪 通过另一个摄像头拍到的画面来看 她是被一个小女孩牵着手带走的 更恐怖的还有 两人从水婆家逃出来时 身后也跟着一个小女孩 看到这里阿伟倒吸一口凉气 为了赶紧找到奶奶 她开始张贴寻言启事 并让在电台工作的女友 利用植物质变相听众寻求帮助 不过在第二天早上 阿伟迷迷糊糊中感觉到奶奶在叫自己起床 走到客厅发现奶奶并没有回来 不过阿伟听到奶奶在身后叫她的名字 她找遍房间没有见到任何人 却看见走廊上不知何时多出一排泥 阿伟顺着泥印来到厨房的餐桌底下查看 突然 她回过头没有看见有人 再回头时红衣小女孩就出现在了面前 阿伟退无可退直到被红衣小女孩控制 等到晚上 阿伟到电台站接义军下班 说是要一起回家陪奶奶吃饭 义军见阿伟满头大汗目光还有些呆滞 虽然有些不放心 但还是和她回到了家里 义军刚进家门就感觉出身后似乎有东西在盯着自己看 而阿伟已经坐在饭桌上开始大快躲移 义军走过去一看顿时惊住了 他哪是吃的什么饭菜 满桌子全是蚯蚓蛆虫和蟑螂 望着阿伟狼吞虎咽的样子 义军差点恶心到吐出来 他赶紧找到保安员昆博求助 可等他们赶回家时 阿伟连同那桌虫子全都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 奶奶就出现在山区的公路上被警察发现 他的身体并无大碍 只不过精神状态很不稳定 当看到义军出现时 奶奶立刻变得激动起来 嘴里不停地喊着我叫了阿伟的名字 接着便是一阵呕吐 昆博觉得奶奶之前一定是被魔神仔抓到山上去了 就连义军那天见到的阿伟也是魔神仔变化出来的 义军回家后在网上搜索魔神仔的资料 得知这种邪恶擅长迷惑人类的心智 喜欢把人拐到山上 一旦碰到轻则大病一场重则人间蒸发 另一边多管闲事的昆博也被红衣小女孩缠上 他用手电筒看到红衣小女孩出现在前方不远处 还没缓过神 身后的窗户就自己打开了 等昆博战战兢兢地关上窗户时 红衣小女孩又跳到了他面前 昆博想起用鞭炮能驱赶魔神仔 但还没等他点燃鞭炮红衣小女孩就扑了上去 天亮后义军被叫到医院 医生在奶奶当天的呕吐物里发现一枚活的鹅蛹 经过鉴定 这是一种叫红衣鬼脸天鹅的罕见昆虫 义军回到家用电脑搜索到红衣鬼脸天鹅的照片 通过对比发现 红衣鬼脸天鹅的背部图像跟红衣小女孩的脸非常相似 当晚义军就做了个噩梦 梦境里他的床上全都是血 红衣小女孩也出现在了客厅 一眨眼的功夫 小女孩就来到了他身边 不过好在这一切只是场噩梦 义军再次利用工作便利向听众打听红衣鬼脸天鹅的气息地 很快就有人打电话过来告诉 这种天鹅目前在台湾只出现在万笼坑一带 这是义军接到自己的手机电话 原来独自在家的奶奶又不见了 义军告诉警察 奶奶和阿伟可能都迷失在万笼坑 随后他也一起加入到搜救队伍 搜救的第一天 眼见的义军就在山里的一处河滩上找到了奶奶 奶奶被单假抬走前喊着让义军赶紧回去 他会过来抓你的 很快第一天就结束了 队员们聊天时问 义军你怎么知道你男朋友在万笼坑 义军回答是一个叫王天赐的退休 这个名字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因为王天赐是他们的祖师爷 白天大家走的路都是他开辟的 但是他已经去世很久了 晚上虽然出现这个插曲 不过所有人还是平安无事 第二天队伍继续出发走到一个三岔路口 队长将所有人分成三组继续前进 很快义军就因为体力不知落到了最后面 经过一个拐角时 义军发现前面的人全都不见了 一番寻找下来他彻底迷失在了森林里 于是他拿出红布条绑在树上做记号 可直到天黑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之前 绑着红布条的位置 义军干脆先坐下来休息吃饭 突然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把他吓一大跳 等他打开燃烧棒 看到眼前的树上有一只巨型红异鬼脸天鹅 突然天鹅张开双翅生出许多小天鹅 义军逃跑时摔倒在地 等他再睁开眼那些小天鹅已经不见了 换之而来的是 前面的一整片树林每棵树上都绑着一个活死人 义军在惊恐中发现自己的肚子正急剧膨胀 一阵剧痛过后他生下了一个小孩 小孩血淋淋地站在他面前哭诉他为什么不要自己 原来义军之前因为没有做好准备打掉过一个孩子 他抱着眼前的孩子边哭泣边道歉 下一秒义军在哭泣中醒来 他发现自己正躺在阿伟买的婚房里 而且阿伟也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义军以为之前的一切是自己做的噩梦 不过很快他就在和阿伟的对话里察觉出不对劲 而且伸手往腿上一摸 队长给的燃烧棒还在 关键时刻义军及时打开燃烧棒逼退鬼怪打破了幻觉 义军开始环顾四周 这次他见到了真正被绑在树上的阿伟 他砍断藤条想带着阿伟尽快逃离这片危险之地 不过红衣小女孩再次冲出来扑倒阿伟 还用藤蔓将义军也死死地缠住 红衣小女孩变成另一副怪物模样 走到义军背后用双手紧紧掐住他的脖子 渐渐地义军开始感觉到呼吸困难 脑海里随之浮现出一幕幕和阿伟在一起的幸福画面 义军又有了抗争的勇气 他努力打开燃烧棒狠狠地往怪物脸上戳去 这一举动更加激怒了怪物 好在此时搜救队发射出一枚照明弹 森林的各个角落顿时被照得亮如白照 围绕在义军身边的鬼怪纷纷化成飞蛾逃走 最终他和阿伟都被搜救队发现带出了森林 一家人历经艰难终于又回到一起 不久后义军就怀上阿伟的孩子 影片最后一家人吃饭时 一只鬼脸天鹅突然飞到墙壁上 预示着结尾并没那么简单 墙上的日历是16号 而奶奶失踪的那天也是16号时间在同一天 这说明义军中间经历的一切 都是红衣小女孩制造的幻觉 真正的奶奶和阿伟已经死在了万笼坑 而义军也被困在幻觉里没有走出来